有关怎么去写这个程式 其实各位如果担心说XML HTTP这个程式比较难写 其实我建议你可以把我的程式当范本 但是你要知道范本其实就可以拿来改 我想你们功利可能还不到重新自己撰写 但是改总该大概知道 而且反正你就改来改去 至少程式不要有bug 然后抓对地方应该就可以 怎么样把程式写出来 不过其实是非常花时间的 很多东西真的台上可能三分钟 可能台下不知道有多少功能 有的东西其实说真的要把它写出来 倒没那么容易 不过至少我会给各位一个范本 那你们就把那个范本拿来做适度的修改 那你就是说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自己再动手去做一点修改 修改的动作 那比如说以我们今天这个范例来看 它跟上个礼拜那个范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倒也是有 比如说第一个 请各位先下载那个网路上这个范例好了 就是XMLICT 这个是没有M的 就是没有那个VBA的 所以你把它下载执行开来 这个按钮里面是没有的 意思就是叫你自己写 那不就没关系 网路上其实都有 我是建议各位 如果可以的话自己动手一下 那首先的话呢 我先把这个名称 先复制一下 在开发人员里面 自己再重新建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再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就是刚刚按钮的那个名称 因为我习惯那个按钮跟Sup名称是取一样 好处就是说你也不会乱掉 OK按确定 另外当然还有个什么呢 另外一个按钮 清楚这个比较简单 这待会再来看 那可是问题是程式怎么写 其实因为上个礼拜呢 我们有写的部分 就是应该还记得吧 从云端抓资料 那其实你可以拿这一段 什么呢下载到A欄 因为下载A欄只是下载一欄 然后断掉下载一个一个 那其实拿这个来抓 可不可以 其实拿这个 这个调整不用 所以你可以从哪里呢 从这边 从这一边 这个宽度调整以下 到哪里呢 到Enter Sub以上 这Ctrl C以下 那用这个来改 其实大概就绰绰有余了 其实我也是拿这个来稍微修改 因为有时候很懒 自己重新再撰写 所以就会把这个拿来参考 记得这边按Enter 因为这个好像 不知道为什么贴到云端 它那个就会有一个换行的问题 好 那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网址 本来是抓我们自己的 那个云端的资料 那请你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就是台银的这个官网的网站 那再来的话呢 这边把它直接贴上 记得头尾就贴上 好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网页里面的东西呢 就会被放到S里面 可是问题来了 我需要切哪些地方 切多少东西 放在哪里 首先的话呢 假如说我已经抓到这里面的资料 这里面是要抓下来 按右键检视原始码 就是把这些全部的资料通通抓下来 但是呢 我需要什么地方的资料呢 其实我需要的资料呢 就是各位可以看到往下 往下大概到三百 三百五十五 应该 其实不是五十五 五十五这边有一个是亥的 有没有 亥的这个我刚刚讲过 缩放的时候产生 你要找的应该是这一行 应该是从这边 三百六十一 那你会发现呢 它的头 每一个每一个头都长一样 那多一个双引号再加一个 这个大鱼 后面的资料就是我要的 那再来 它的后面一定会有个结束TD 小鱼然后T TD指的就是一个储存格 那一定会有一个开头TD 一定会有结束TD 表示说这个是一个储存格 那我要的资料就是中间里面的资料 那我要怎么切 所以关键就在这里 首先的话 其实我的写法这样 我的逻辑这样 第一个 我找一下它 找一下这个里面的资料 找到之后的话呢 怎么样呢 那它会告诉我开头的位置在哪里 不过找到的位置可能会是在这里 假设我拿这一串来用INSTR来找 它会找到的位置是在这里 可是问题 我要的资料是 应该是到这边 所以到时候要怎么样 再把找到的位置 加上这个的长度 再加上两个字 为什么 因为这边有个双引号 再加一个大嶼的一号 就会切到这一段资料 那后面从哪边结束呢 就是找什么 找这个东西不就好了 所以找一个头条个尾 再利用什么 再用MID函数呢 切割 因为它的逻辑这样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分别就是什么 现金买入卖出 集齐买入卖出 那我不就刚好怎么样 可以用这样的逻辑 可以把它切 那每四个就切一组 每四个就切一组 分别放在哪 哪些栏位呢 分别就放在 我们要放的这个 B栏到E栏 刚好这四栏 位置的话 是从第四列开始 那就一个个把它放进来 就OK了 不过程式该如何写 我想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 我第一个来看一下这个 我刚刚有产生一个 并且把它贴上 所以我已经可以 把原始码抓下来了 第二的话 一样从第一个字开始 列的话 将来输出的列 我本来是从第一列开始 不过我这边把它改成4 为什么4呢 因为我将来 会从第四列开始 然后未来就是加1 反正跑到这边 它就再加 就下一列 下一列 直到完全找不到为止 就跳脸回圈了 第二个的话 我要找什么东西 其实要找的东西 基本上不是那个 像之前的换行 我要找的东西 其实就是这一串 所以我把这一串 这一串 Ctrl-11一下 找到 放在这里 双引号双引号 贴上就可以了 好 判断一下呢 这个东西有没有存在 如果有存在 就进来找 如果没有存在 就跳脸 表示说这边已经没有了 就不用了 那再来的话 找换行的位置 那特别注意 我这边只有一个end 可是我应该要有个头 头的话应该是什么 这边我把这一行拿来改 应该会找一个头一个尾 头的话就i-star ok i-star找什么呢 一样找这个东西 所以把这一行 Ctrl-C 这个贴上 那这个后面找什么呢 其实找的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个 程式码里面 这个最后面这个 有没有 把这个 Ctrl-C Ctrl-V 意思就是说 我要找头 找尾 头的位置就是这个 好 然后呢 在S里面找 尾的话呢 就是这个东西 头尾嘛 我刚提过的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 把要的东西 把它找到之后 切 那切的话 特别说 我把它 不要改成s 把它改成什么 s-fine好了 找到 或是s-data 那这边的话呢 也叫s-data 这叫data 因为 这就不是一个line 就是一个data 那切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东西 找到的位置 然后怎么样呢 再加上 这个的长度 可是这个长度 我不知道 其实你可以利用一个方法 就是要不就是 你用自己慢慢算 这种 总共有几个字 要不就是怎么样呢 我的习惯是 加一个Ctrl-G Ctrl-G 就是检式里面的 即时运算 这个即时运算 然后怎么样 按一个问号 请你帮我算一下 L1 钱瓜糊 然后呢 把东西贴上 这里面总共有几个字 用什么 用L1 这个函数 帮我算一下 总共有46个 那46个后面有个双引号 再加个大嶼 所以总共会有48个字 那也就是这个位置 我把它再加上48 然后 这个是开头的位置 我刚刚提过就是 找到之后呢 它的程式嘛 它会找到的是这个位置 那我要在48 意思是说 46 再加两个 诶 头在这里 没错 那切几个字呢 基本上就是 后面的位置 找到的位置 怎么样呢 再剪掉前面的这个位置 还要再怎么样呢 再 剪完之后会多嘛 多这个位置 多这个位置 48 所以其实 再把它怎么样 再剪掉48 所以一样的道理 这边再把它怎么样 再剪48 头的位置 尾巴的位置 剪完之后会太多 会多48 所以 这边再把它剪到48 那这边再把它加1 其实加1继续往后找 好 直接输出到哪里呢 输出到B欄 OK 好 我们先写一个 现金 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现金买入部分 先写完 那我们先测试看看 如果OK 后面其实就可以直接把这一段复制贴贴贴贴贴 就可以再抓后面的 那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呢 这边设个中段点好了 这边执行一下 看一下 OK 好 停在这里哦 sdata 有没有 31.08 31.08 是什么呢 基本上 就是 31.08 有没有看到31.08 抓到了 对不对 那再来的话呢 我就把这个抓到的东西放在哪里呢 I等于4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拿一栏 B栏 好 我们来执行这个F8 31.08 输出了 那可是问题 我后面还有什么呢 卖出 这是现金的 集齐买入卖出 所以基本上 我可以怎么样 把 刚刚找到这部分 刚刚这个 这些程式 Ctrl C 把它卡住V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呢 其实就是 再分别把这边改成 改成C 那其实上面的程式 应该不要动 反正一样找一样的东西 然后一样找结束 只是说输出的话呢 把它输出到C 那一样的方法 再把它输出到哪里呢 输出到 然后 这个D 这边是输出到D 然后这边输出到E 好 这样的话 OK了 OK之后的话呢 那 我们再把它倒车 因为刚刚这C跟D还没跑 我来序一下好了 基本上如果没问题的话 那就会自动再输出 这个看一下S data 没错 31.66 OK 然后往下抓 这个31.38 再下一个31.48 看一下对不对 没错 就这一串 那 可是问题 下面一列了 所以I等I加1 就下一列 下一列 好 loop 再继续找找看 有还有没有 有 好继续找 所以一样的方法 它接下来就是 往后再继续找找看 有没有其他的 有的话 那就要找到港币 所以把港币的四个切 有没有 一样嘛 所以往下找 港币的输出 好 港币第二个 港币第三个 第四个 再换下一个 依此类推 好 不过最后的话 因为我们 没有什么最后一笔 这个可以把它删掉 没关系 好 全部做完之后的话 其实就可以把它执行完毕 我试一下 再把它中段点拿掉 执行 各位有没有发现 下角完毕了 其实程式没有很多 你会发现 这四段都一模一样的 只有哪边不一样 只有b c c d e 甚至 这个还可以写成 如果你觉得这四段 一直重复的话 你还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共用程序 跟之前一样 共用嘛 传一个什么 b c d 有没有 这样不就更简化 四行而已 呼叫那个功用程序 那程式会更简 因为 先让你们知道有这样子 你可以再去把它精简 OK 然后 基本上输出之后的话 就可以看到最后的结果 那我有把那个程式 直接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你们可以直接看一下 HTT XML HTTB的台英外卫 基本上 大概就跟我写的是 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说我注决会比较详细 1 2 3 4 你会发现 其实好像 长得都一模一样 我记得好像都一模一样 只有这个地方不同 如果说你要再把它改 共用的程序 应该没问题 自己再改改看好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所以其实 从网络上抓取资料 没有比想像中还要困难 我觉得 只要XML HTTB 这个物件 你懂会使用的话 你网络上任何的网址的资料 通通可以抓下来 因为它等于 等于就是把 把那个 等于是模拟成一个浏览器能做的事 反正 那个网址只要是可以连线 不要是404 就好了 404就是找不到 那个里面的东西 只要连得到的 你不要说连不到的 连不到当然就抓不到 连得到的 里面的原始码 就会全部帮你抓回来 抓回来之后呢 你可以再去做切 切头切尾 找到头找到尾 那就算一下 用密的函数 切到你要的地方 几乎无往不利 而且这样的写法 其实像我以前 其实这个程式 最早是从Java 是用Java写的 只是逻辑一样 我把它改成VBA而已 反正就是跑个回圈 先检查一下 有没有找到 有找到就继续切 没找到就跳理了 大概就这样子 中间只是说 切到切什么资料 比如说你有几栏 那你又跑几次 如果说每一栏 前面的那个标签都不同的话 那你就可能 还要再设定不同的逻辑 那你可以用多重的 比如说这个标签 跑到地几栏 有没有 不同标签 不过这个可能就是牵涉到 要分析资料 比如说后面 也许我们可以再把它改成 像那个Yahoo股市 Yahoo股市里面的话 或者其他股市资料 你也可以找 找头找尾 把资料切回来 放在你要放的逐真格 大体上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